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盘面大震荡 这个个股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 这个指数是空间还好 这个最多涨125点 最少是跌61点 所以你说指数有没有震荡的幅度很大 这个不到200点 如果以现在目前的17000点来讲的话 其实幅度大概1%左右是还好 但个股的这个表现分歧非常的大 这个强弱分明 那我们看到IC设计股 全面是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敦泰跌停板 天狱跌停板 四星KY 苦吞了两根跌停 另外望系跌停 你可以看到滑讯跌停 这些都是先前非常强势的族群 全面出现了重挫跌停 长黑带亮的状况 另外四星跌停 我觉得主要就是四星KY的效应 这个持续在扩大 那四星KY因为是飞腾的关系 中国大陆的CPU大厂飞腾 做伺服器 超级电脑这家公司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 而且讲说它跟解放军有绝对的关系 指控的非常的明确 你去看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 这详详细细的把整个飞腾 连习近平去拜访 什么时间去 怎么样都写一清二楚 影射跟解放军军方有关系 在做飞弹晶片的测试等等 这一下子四星KY被华盛顿邮报给点名了 那还得了 所以今年苦吞了第二根跌停板 我觉得这个效应有在扩大了 因为现在美中气氛非常紧张了 那台湾夹在中间 这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对不对 就像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 它就一个英文字 Dilemma 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的是两难困局 什么叫两难困局 中国大陆占台湾贸易总量将近四成 35% 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可能 这个在政治上面 这个被华盛顿的这个力量 所以就夹在这两个中间 所以变成这个半导体产业现在很难为 然后白宫又要开这个半导体会议 邀请台积电参加 这种会无好会 肯定就是要施压的 所以今天整个半导体族群 就是一片黑了 那一片黑 可是我觉得这个多方气势没变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看船产类 钢铁 航运 速化 全面顶上 包括国泰金 富邦金 股价也不弱 所以盘面上只要有主流族群 强势族群 基本上有这个多头行情 就没有说太大的一个 生变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拉回 休息整理也好 就给这个 传产周形性股票表现的空间 那今天指数收涨5点 盘中下跌过61点 那从涨125点回吐了所有的涨点 那今天收在16,859点 盘中高点没能摸到万七了 到16,979点的盘中高点 那成交量还是非常大 4204亿的量 加贵买呢 又是5300多亿的量 这个量非常的大 就跟上周五周四的大量 是并驾齐驱的 好 那今天这个盘式 我们赶快请教大家 国际政策投顾的轮兵分析师 卢老师您好 那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所以卢老师这个 如果手上全面抱的这个半导体族群 抱的这个IC设计古人 恐怕今天就是 觉得指数是涨5点 对 我的什么像指数是大跌 300点400点一样 我讲刚刚孟老师也提到 其实连续两天 我们看到整个盘面 其实都出现了一个 比较剧烈的一个震荡 上个礼拜 整个高低点 那个震荡占超过200点 在礼拜五的时候 那今天来讲 其实即便不到200点不过 也将近有200点之多 那我们先前也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在面对万气的 这样的一个大关 你要一口气就一个突破 我想这个困难度非常那个高 来到这边 势必会出现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 所以连续两天 我们看到都来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出现了 开高走低的一个压回 尤其连续两天都爆量 那这代表 其实就目前来看到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高点 这个高点并没有 这个盘中的高点 并没有突破上个礼拜五的一个高点 因为上个礼拜的高点 是这个17016 是没有突破的 那反而在低点 今天的一个低点是16793 已经跌破了 上个礼拜的一个低点 16815 所以高点没过 低点反而破了 就代表其实就短线上面 但我讲的是短线 可能这个大盘来到这个位置 确实也要喝杯水 喘口气了 当然这也是符合我们原先的一个预期 我们说过 其实大盘 它本来就不是用一个急行军的方式 直接去越过17000点 反而是用一个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的一个模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指数短线要进入一个整理 我想在所难免 那我们知道说指数要进入整理 就代表怎么样 盘面上的一个个股 可能在强弱的差异性 就会非常大 就是好比刚刚 这个孟儿兄也提到 今天哇很多传权股持续在创高 那反而在IC设计的部分 今天是非常的一个弱势 那其实除了刚刚孟儿兄 所提到的一些 可能在消息面上 包括像世新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冲击 我们看到联发科 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960块钱 我们看到已经连续两天 没办法占回到千元之上 那对于一些IC设计 可能近期我们都知道 IC设计它就是排面的一个主流 所以很多的IC设计股 都累积了相当的一个涨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突然换联发科 连续两天占不回1000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一些高价的IC设计 它有一定的杀伤力 可是当你高价的一些IC设计 受到颇连之后 当然你接下来包含中价的 甚至低价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连串的一个比价的一个效应 往上是比价 往下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IC设计 它就有一定的一个压抑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说过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震荡盘 我一再强调 你一定要去观察 整个盘面筹码的一个强弱 当核心筹码没有在续墙的时候 你一定 特别是当资金有移转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第一时间 要懂得怎么样 做分段操作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开盘 大概不到九点半的时间 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我们把6716 那6716就是我们的私房标股 我们全数的给它给获利出清 那当然不是看坏后续 而是在短线上面 既然整个IC设计 它有一定的一个压抑的一个程度 有一定的压抑的一个作用 再加上你不能够再继续创高 当然我就先出一趟 那我想这档股票 从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节目里面公开给各位以后 当然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进来问 那有些人打电话问说到底可不可以买 那有一些会员打来是 那第一目标价200块钱到了 那到底该不该出一趟 那我想不管是想买的 又或者想出一趟的 我这样说好了 只要有打来 这几天有打来想要买股票的 我都告诉你 不要追了 先不要追 因为毕竟我们的第一目标价已经到了 那至于 不管你是我的会员也好 又或者当时在130几也好 又或者在分盘交易期间在150几 有跟着我们共同买进的这些朋友 就是你有买到这一档硬股的朋友 今天是不是也是全数的 我们都大赚获利出清 我当时就说过的这档股票 其实当时没有那么快 在节目里面公开 无非也是希望让我们的会员 还有当时所有有参与这档股票的 能够赚得更多 赚得更薄 那我们知道这档股票 我们从130几块 我们就开始 在还没有起降之前 那我们当时就告诉他的MCU的一个效应 还有在整个IC设计股里面 其实确实 他的一个股价确实是比较委屈 我们说过嘛 IC设计你现在放眼望去 30倍的 40倍的 甚至于50倍 60倍本一比的 我想大有人在 甚至于是比比皆是 可是如果说 以当时硬广 一个EPS自首 将近有一个股本来看的话 你看当时我们在带着各位 切入的时候 他股价才130几块 本一比的十几倍啊 你说即便这一次 冲到了这个200块附近 有没有 到我们的第一目标价 100也不过就20倍 跟其他的IC设计股 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确实 他的一个股价 还是相对是比较偏低的 但是即便如此 即便我认为 后面 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空间 可惜你短线上面 第一个 大环境 你IC设计 就是受到波雷嘛 你这样 整个联发科 你没法突破 这个所谓的千元以上 你至少就对一个IC设计 就有一定的压抑作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股价会形成怎么样 一点难涨 那既然一点难涨 你本身 股价又从这个130几块 一路涨到现在200块 到了我们第一个 这个目标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当然就先出一趟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大概就在190 因为一开盘的时候 大概股价还在190块钱以上 所以130几块买的 不管是150几块买的 今天在190块以上 全数的一个获利出清 我想这里也恭喜大家 我们是 这个是口袋宝宝 那当然 我想认识我罗文斌人都知道 当我出掉了一档股票 口袋宝宝的时候 当然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准备要买新的股票 那至于要买什么新的一个股票 那待会在节目里以后 这个也会跟各位 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 那今天半导体脂 是下跌1.2%的幅度 但是造子类脂 是大涨了9.8% 几乎整个造子股 全面要涨停板 因为整体指数涨了9.8% 就几乎就全部要涨停板 今天造子股 除了阵容 没有涨停以外 其他全部涨停 市指 华指 保隆 永丰 隆城 全数亮灯涨停 这就是非常少见了 阵容也涨了9.3% 所以造子指 已经冲到31年来的高位了 那是今天所有类股指数里面 涨幅第一的 另外 航运指 今天长龙 万海 亮灯涨停 扬名大涨将近8%的带动之下 整个航运指涨幅也将近6% 是涨幅第二大的类股 那钢铁族群 中钢今天是大涨6% 其实中钢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就已经开始往上拉升了 今天又涨了6% 那长龙旗下的长龙钢 今天第一天挂牌 上市挂牌就飙涨了将近80% 涨了76% 所以整个钢铁纸也大涨了5.5%的幅度 这个就是前三大的类股指数 涨幅的前三名 那至于说金控前四月获利 这个2000亿再旺 那六大受险第一季估计就赚了1500亿 今天金融股由开发金领军 大涨了7.5% 统一镇 国泰金 中寿 新光金 互邦金 整体也都是走高的 整体金融值涨了1.6%的幅度 所以今天可以讲说是传产金融上涨 但是电子族群下跌的状况 电子族群除了半导体值 是跌了1.2%以外 网通通信网路值也跌了0.7% 电子零组件跌幅是1.6% 这都是跌式比较明显的 这个电子族群 不过这个盘面上有强势族群 轮动的态势仍然很明显 所以卢老师 这种轮动的节奏下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确实 我想近期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不外乎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轮动 另外就是比较 那什么叫做一个轮动 我想我们刚刚也提到 今天其实就整个电子股的部分 当然整体而言 它是相对弱势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 相对强势的一个电子股 就好比说 我们看到一些高价的 又或者累积过大涨幅的 这些位阶比较高的电子股 再包含一下IC设计 今天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压回 可是我们看到 一些属于低位阶的 本身它的一个价值 还是被低估的 尤其如果说能够搭配 接下来公布的 一些包含像三月的 营收数据是漂亮的 反而在今天 它也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就好比说我们上个礼拜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 也跟各位讲 我们是礼拜三 带着会员买进的 一档股票叫 3059的华金科 第一时间也在节目里面 就先给大家了 你看今天华金科 在面对的大盘 开高走低 尤其电子股几乎了 有过半都是躺平的一个情况下 它就能够拉到涨停板 那为什么它能够拉到涨停板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第一个 华金科 它做什么 它是做车用镜头 它隶属哪个集团 它是隶属 这个玉笼集团 那加上 本身 它的一个股价 已经经过了四个月的整理 你想 经过了四个月的整理 从上个礼拜 才刚刚开始 把这个底部垫高 你想 它的一个位阶 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个电子股 尤其跟IC设计来做比较 远远就是可以说太委屈 那再加上我们说过的 以目前来讲 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车用电子的部分 长成什么样子 更不用说的 光是一个车用镜头 你看 加铃涨了几倍了 对不对 那另外 加铃所带动下来的 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 常常讲的这档股票 6283的这个 纯安 也是一样 也是累计的相当的一个涨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本身 加铃也好 纯安也好 都已经拉大了比价空间之后 那么筹码相对干净的 又属于 这个玉龙集团 我们说过 现在 鸿海你要开始冲刺 所谓的一个电动车 而且是发下豪雨 对不对 未来要成为一个 在台湾那个 所谓的领导地位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本身 如果现在讲鸿海 你要做这个手机 你要做这个电脑 当然你是一把交易的 可是你要做汽车 你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必须结合 其他的一个盟友 所以他去结合了 这个玉龙集团 那既然 鸿海集团的 气筑心这么那个强 所以对于 整个玉龙集团 他借重的一个地方 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同样属于 玉龙集团里面的 尤其是车用镜头的 这个华金科 又加上 他的筹码 又这么那个干净 所以在上个礼拜 在还没有公布营收之前 我们就已经先切入 先卡位 先布局 因为我们当时 根据研究部的一个报告 得到了一个 他们括公司回来的 一个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都认为 像华金科这样的一个股票 三月的营收的数字 必然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果不其然 你看我们在 礼拜三卡位之后 上个礼拜 我一公布出来 你看今天 数字太漂亮 因为这个年月双增以外 你光是年增 跟去年同期比较 居然超过一倍 涨了126% 那跟二月份比较起来 也将近有 将近有六成的一个 一个增幅 所以在这种情况 这么漂亮的数字 当然今天在盘中 一口气就公道了 一个涨停板 也不能意外 所以你看同样电子股 你本身未接低的 你获利数字漂亮的 你的题材 还没有完全 被整个市场 就完全给颠覆过 或者炒作过的 其实在现阶段 即便在一个 所谓电子股 所谓的一个 有被压抑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个别的一个族群 它还是有 它表现的一个空间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6781的 这个AES 更不用说 你看今天持续又创下了 767块的一个波段 新高甚至于还攻到了一个涨停板 所以代表 只要题材是被业内 被法人所认同的 你要能够缴出漂亮成绩单的 我们说过 这档股票从它挂牌的第一天 我们就帮各位掌握了 那你看从挂牌第一天 其实它的挂牌价是168块了 你看到今天 767块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它都已经涨成多少 那当然这种已经 这个远离我们成本的一个股票 并不是要各位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 但是我们说过你从它上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趋势 你看它今天已经把其他同族群的 包含像美琪玛 包含像康普都给带动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说过一个轮动 一个比价的一个效应 所以对于同一个族群里面 同一个题材 同一个族群 位阶相对低 筹码相对干净的 在近期的一个所谓轮动过程里面 它都有表现的机会 好 那外资今天是连二卖 今天卖超了75亿 那另外自营商也卖了15.6亿 投信是买超9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81亿 那至于说外资跟投信 买卖超什么标的 我们等一下下面 再跟听我朋友来报告 那另外期货的部分 外资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增加空单 今天再增加了520口 净空单来到25972口 所以空单的水位不断的在上升 显示外资 对于指数的空间 似乎就是说 也有一些避险的动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大盘还是 不乏强势族群 像今天富邦金也涨了一块多 富邦金刚新闻也出来了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就被翻了 今年第一季就税后就大赚500亿 这个国贷金富邦金 今年第一季都税后都是大赚 应该也是跟股票 这个上涨是有关系 因为大家想 他们的受险是最主要获利来源 银行受险获利来源 那受险 你说卖保单能赚几块钱 还是靠投资 鼓励收入 对不对 所以罗老师这个股票 还是很重要的投资标的 对 我想就目前来讲 我们说整个多头的架构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只不过原先的一个强势 因为每次我们说过 在盘面出现的一个爆量 长黑这个情况就代表资金怎么样 又要重新做一个分配 所以先前比较强势 我们第一季我们知道说 这涨什么 涨一些一些 爱心设计 它是最强势的股票 那近期刚好加上一些杂音 再加上可能短线上面 可能一些 所谓的法人业 因为毕竟你涨幅过高 大家随便卖随便赚 那个情况下 你现在又有一些杂音出来 我当然先砍了再讲 但是这些砍出来的资金 它并不会离开这个市场 它会在同样这个市场里面 它会寻找一些 比较低位阶的筹码 干净的持续来认养 为了说重新把这个资金 来做一个进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是接下来 这些从电子股转出来的 一个资金 我们说过电子股 卖掉这些高价的 爱心设计之后 有一些当然会转到 一些属于低位阶的电子股 可是也有一些部分的资金 它会移转到 非电子的一个族群 包含像 第一季涨势相对 比较落后的谁 包含像生计股 生计股记得 712的这个长盛 上个礼拜的一个高价 都已经来到510块钱了 所以带动的包含像 6547的这个高端 都有出现 所谓的一个创高 甚至于直接拉到涨停板 跳功涨停 带动历史新天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我们说红海近期 这个集团 似乎这个题材 非常的一个多 近期他要 这个入股 这个6589 这个台康生 这样一个讯息的一个发酵 所以你看到今天 其实在整个资金 移转的过程里面 生计股已经出现了 非常多的 所谓的一个 连锁的一个效应 包含像 这个红海 这个连锁出来了 我们说过 他入职这个台康生以后 这些所谓的一个 加上这个 6712的这个古王 他本身也是一些 细胞疗法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跟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相关的族群 包含像这个 基亚 3176这个基亚 今天拉到了掌停板 4726的这个永星 今天也攻上了掌停板 甚至于跟红海 这个本身就是红海集团 这个训练 在盘中也是一度 攻到了一个掌停板 所以很明显的 这些低位阶的 这个生计股 已经开始有在做一个 轮动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除了生计股以外 如果传产股 每一次 当电子股在修兵的时候 生计 当然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扶兵了 那除此之外 其实传统产业股 它能够动用的 一个题材也非常多 那法人扣回来的 这个扣公司回来的一些 最新的一个资讯 其实我们都已经帮各位掌握到了 所以对于传产股 接下来到底该如何来布局 因为我们说过 以如果说电子股 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接下来传产 必然是一个盘面的 一个重头戏 所以对于接下来 如果说没有把握 要买什么的 这个传产股会比较好的 我们说过 有两档股票 我认为 在现阶段的一个投资 你绝对不可或缺 这两档股票 第一个 A餐 A餐 我认为是传产的首选 A餐 它是二字头的股票 三十块 这个三十块股本 这个三十股价 在三十块以下了 那至于B餐的部分 也是一档二字头的一个股票 股价在五十块钱以上 那这两档股票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现在不晓得 该怎么做餐餐股的 这两档股票 你今天只要指明 你要A或者B 选好其中一档 我们就让各位把它带回去 让大家吃大餐 好 这个应该不难选 我们可以持续 follow罗老师的相关盘后解析 谢谢罗文斌分医师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喜欢宠物的听众朋友 可以锁定每周一晚上八点 我们电台的 全能狗S宠物当家 这个节目 今天宠物狗当家 会邀请杜马动物医院的院长 中院长 中医师 来跟听众朋友聊聊 犬猫胀胀炎的问题 new98的官方FB同步会直播 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其实猫猫狗狗的生病问题 其实蛮多的 其实主人养猫猫狗狗 也要花很多心血 就是花很多时间来照顾他们 当然 其实养小宠物 也很贴心的 对不对 也有一些 这种疗愈的感觉 尤其是现在 一般小孩子都离家 有些老人家 其实需要宠物的陪伴 好那今天富邦金公布出来 字节 今年第一季就赚了500亿 真的很会赚 年成长是倍翻了 每股税后1PS高达4.89元 将近5块 一季就赚了 114.99亿 也是叫同期去年 成长了42% 那今年前三月就赚了500.29亿 这个成长幅度更是高达118% 然后1PS是5.02我们刚刚讲了 那其中我们看到富邦镇 富邦镇三月就赚了5.53亿 那今年前三月赚了17.07亿 这个成长幅度太惊人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907.9倍了 可见证券商 期货商都赚翻掉了 赚得很爽 好 那到底赚了多爽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群艺期货的分析师 张宁宗 宁宗你好 是 末华晚安 今年这个证券期货业 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大赚钱了 因为成交量比较大 整体这个金融业相对的 它的获利会开始在 这一两年会显现出来 这个真的是holding down 好 那我们现在该关注什么样的国际行情呢 那其实从这个国际股市看来 其实那个各个的这个旗子都在创高 我们看一下除了这个纳提达克之外 S&P500或是像这个道琼 其实这几天还是在持续在创高 那这几天的反弹其实跟这个尖牙股 这个一直在上涨有关系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股票 市值一直在创高 那市值创高代表它的股价是往上升的 包括像这个阿玛隆 Apple这些股票 其实越来越大 那美国他们投资人的融资啊 也创新高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散户啊 如果一直在买股票的话 这个股票通常前景是不太好 但是美国会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现在融资正在创新高 那但是没有反转 那融资跟指数 通常融资会先掉下来之后 指数会反转 美国会有这个现象 这代表现在要做投的状况 连国外其实都没有 那国内的话 因为台湾最近反弹了比较多天 那今天高价股都不太好 所以可能说国内的气氛相对比较差一些 这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今天高价股重建弱嘛 是什么原因跟四星KYA这个有关联性吗 这当然有很大的关联 那四星KYA他就跟这个飞腾的相关的这个 业务往来嘛 那被这个列为实体清单 所以其实投资高价股你要去看一下 最好去选一下他的这个客户属性是比较大的啦 因为你看像这一家飞腾他占40%以上的这个营业额 那如果后续受到影响的话 其实对他影响相当的大 那连代就包括之前涨很多的IC设计 像这个敦泰啦 或是详硕这种比较高价的股票 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反而今天的资金啊 全部都留到传产啦 金融啦 造主等等 那这个肯定是这一两周的这个投资的主权率 那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半导体夹在美中两强之间嘛 就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可是你说像金融啦 传产他不会有美中这个角力跟冲突的负面影响 所以资金就是顺势避到这上面 其实也很值得理解啦 好那我们看到上周道琼跟标普是创新高的 标普全周涨了2.7% 涨很多是连续三周的走高 这个创下10月来最长的连升的周期 道琼全周也涨了1.95%的幅度 同样是连三涨 纳查克涨更多 3.12%是连续两周的走高 费半涨幅稍小一点 1.68% 马上要这个礼拜就进入到美国的财报季了嘛 林总怎么看这个财报季可能对美股的影响呢 那财报我们从上周到现在看起来 每一档股票其实都不错 例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道琼 道琼上周五其实是涨的相当多 那主要跟两家公司有关 那一个是联合健康联合健康集团 那大概是道琼成分股里面 现在是前三名的股票 他上周涨了3.13% 那主要就是这个券商 他调高的目标价到394块 那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76 其实调的不多 但是因为龙头的股票 券商调高他的这个评比 所以整个这个传产的市场 其实表现相当不错 那除了联合健康之外 像道琼里面有一家叫做Honeywell 他是这个汉威联合国际 那一样投资银行 德意志银行也调高到244 目前大概是226左右这个价格 所以其实财报都不错 那美股真的在走有机之谈 那主要还是跟那个总统的 撒钱有关 基建1.9兆的基建 会显现在第二季 第二季就是456 这三个月当中 可能是表现会是最好的 那可能在Q3Q4 这会慢慢的下来 那第二季美股表现 应该相对的会比 过去几年都要再量力一些 好 那另外美国银行有统计数字 这个美洲的流动数据显示 过去5个月 投资人向股市投入的资金 比过去12年还多 过去5个月 这个全球投资人投入的股市的资金 大概5700亿美金 这个比过去12年 加总累积还多 这个数字也很惊人 这代表全球好像在 钱没有地方跑的话 都会往股市去跑 包括之前他们去买进那种 表现得很差的那种游戏股 那真的是让那个 私募基金的钱 整个的 因为市场股票而赔相当多 所以现在的市场跟过去几年 不能用同样的经验来分析 好 那美国据说公布出来 马上要公布出来的3月零售销售数字 会非常惊人的暴富性成长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期待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担心这个物价上来通膨的问题 美国劳工部在上周公布出来 3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增幅 的确是明显的在上升 这超过了预期来到9年半来的最大年增幅 3月的PPI增幅是4.2% 这比预期的3.8来的高 不过在此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却出现了明显的伴随物价走升 这个或是说趋钱的一个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会估计 今年全球的GDP增长幅度是6% 这个比一月份又调升了0.5个百分点 已开发市场从4.3调升到5.1 明年从3.1调升到3.6 新市场的增幅从6.3调升到6.7 明年维持5%的增幅不变 显见全球的经济增长都比先前预期来的更好 不过入股就是不会涨 上周户指跌了1% 创业版跌了2.4%的幅度 深圳跌了2.2% 另外恒生指数也跌了0.8%的幅度 这个请教您中 为什么A股这么疲弱呢 我想还是跟大陆打压很多的企业股有关 例如说他打压阿里巴巴 针对他的垄断的事件 他罚了将近180几亿的人民币 我想这个你换算下来台币是很可观的 大概七八百亿的金额 就因为他反而垄断 可能包括他在微信支付 或者是余额宝这样的业务 他是垄断的 他就把他罚了这么大的金额 那其实是今年才发现他做这样的业务 应该也不是 就是可能开始在收割 就是说我们看哪一家企业做起来之后 开始去在他身上拿到一些利益回来 所以代表中国对企业的自由的程度 其实并不好 那很多外资可能也会在这边缩手 那后来以前外资很喜欢去买进这个白马股 就是说像这个贵州茅台 或是平安银行等等 那最近都会看到这些股票表现比较弱势 那可能 就是从南向北的这个资金买盘 稍微有点降下来 那入股大概是最近会是最差的市场 就比起包括美国 美股或是欧股 大概都是比较不好的 那你要做多的话 给他稍微留意 或是有耐心的要等待一下 好 那油价上周也跌很重 美油跌了3%多 布油也跌了2.4%的幅度 那这个油价我们怎么观察呢 这个礼拜有OPEC的月报吗 对 那其实油价还是跟疫情稍微升温有关 那美国跟欧洲 大概有些城市的这个确诊人数 大概又稍微起来 那油价跟疫情或是像经济附属 其实之前大家觉得经济确定会好 然后可能会解封 所以油有反弹了一段时间 那最近因为疫情又开始有点回温了 这油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不过油现在已经靠近这个夏季了 如果在没有继续恶化 疫情没有继续恶化的时候 那个疫情出油的状况可能会稍微增加 因为大众工具大家比较不喜欢做 太密集了 所以油预计在这边高涨震荡之后 应该还是有一个往上的可能性 好 所以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全面要走空的形态 它应该不是它只是涨多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后续还是会往上 那大家关心的奇经呢 奇经上周涨幅将近1% 来到1745 金价好像今年是相对偏弱 从年初到现在 不过最近在1750块这附近 好像有盘整的一个味道 是 那金价这边大概打了一个像是双角的状况 那不过它毕竟还是在季线之下的商品 就是我们把这个日线拿出来看 有一条MA60画一下 其实它的季线大概在上方 以今天来看 大概在1774那个位置 那目前金价在1736 所以它连季线都没有碰上 那只能称为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那最近它反弹 其实它前面的修正 主要还是跟殖利率的大幅上升有关 所以它真的要涨很多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是以地线之下的时候 其实你做多 你的出场点要设的短一点 好 所以奇经现在是应该偏多操作 是不是 相对 现在应该偏多操作 但是你的周期的这个频率 不要报得太长 频率不要报 就短线偏多操作 有压回到季线之下买进就对了 是的 没有错 那白银呢 白银感觉起来也是 好像跟着金价比较偏上整理的一个态势 对 那银我觉得比这个白银 银比这个金可能我觉得稍微更好一些 那其实从基础线型来看 其实表现都是类似的 那我想这个美元最近开始在这个之前涨比较多的时候 现在开始压回来 所以代表金属它现在正在走一个偏向反弹的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要做多也可以 但是可能停损就设好 例如说前三根的最低点 你只要碰到的话 就要把多方部位把它除掉 好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有节目现实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美国十年期国债 直率上周是跌了五个基点 来到1.67 结束了连续八周的走升 所以直率对于股市的压力渐渐减缓 至于美元指数 上周则是结束了连续三周的走高 全周跌了0.87%的幅度 来到92.19点 这边要继续请教群一集 我的分析师张林中 那林中这个美元后市怎么看呢 美元它目前在前低 当然做一个反弹 那现在稍微有点压下来 那不过在这个基建 基础建设 其实会持续的发布之下 其实它可能在这边 就呈现一个相形走势 那前低可能不会再破 但是你说要再往上 它其实暂时没有这个空间 除非在联准会 2023的升息的角度 节奏有提前 比如说它可能在2022年 它就开始要走一个升息步调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转强的态势 那如果在升息之前 那可能还是维持这个相形的这个震荡为主 OK好 那农产品我们可以关注什么焦点呢 黄小玉相关的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 农产品在今天的这个 有一个农产品的这个公告 那黄豆的库存是意外的大幅的增加 那玉米跟小麦它的库存是减少的 所以未来在这个这一季 可农产品的投资的旋律 应该是黄豆比较强 黄豆会比较弱一点 那玉米跟小麦相对会比较抗节一些 那主要还是跟农产品有关 那是这个巴西的这个黄豆的库存是增加 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 所以现在目前黄豆油跟黄豆这个期货都跌下来吗 好 黄豆油跌了不少 跌了1.4%的幅度 黄豆也跌了0.7% 都明显的有出现相对短线破底的状况 好 那小麦跟玉米我们可以偏多操作吗 这两档是比较可以偏多操作 但是因为黄小玉他长期的相关性是也蛮高的 所以可能会稍微被带下来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价差交易 如果你交易的比较复杂的话 你可能可以去 比如说买进小麦放空黄豆 类似这样的交易模式是可以做的 好 那这个礼拜除了美国大银行开始要公布财报以外 我们看到欧元区也要公布出零售销售相关数据就今天 另外周二是英国制造业产出的数据 还有四月欧元区的ZW的景气指数 那同时周二还有OPEC的月报 三月份美国的CPI 这也是一个重要数字 那周四是联准会的贺皮书 美国三月的零售销售的数字跟工业产出 那零售销售美银已经估出来了 美国三月份剔除汽车零售销售月比会大幅成长11.1% 这个报复性的消费要来了 那周五是中国大陆第一季的GDP 以及大陆的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 还有三月欧元区的CPI 美国三月的新屋开工 跟四月份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信息指数 那临终这个礼拜从其我的角度 你们会观察什么样的指标呢 是那之前我们在上周大家看到台积电 可能想要有点转强这个态势 不过这几天因为高价股跟半导体表现比较差 它大概又被压下来 那其实我给这种朋友一个建议 我们长期的在比较台积电跟大盘的强弱势 那其实从2月22号开始 台积电就转的比大盘要弱一点 那如果你手边有K棒股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2月22号的台积电 大概在650块左右 那你看650块到今天大概是610 今天是606 它其实已经掉了40几块下来 那同时期的大盘是从大概16400左右 那涨到现在是16800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这边做配对的话 例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做2月22号开始 做多大盘放工台积电 其实获利相对是还不错 那目前这个指标其实还没有翻转 也就是大盘还是比较强 台积电还是比较弱 那它这个周期每一次大概维持1到3个月 其实不等 那每一段其实都有蛮大段的行情出来 所以如果下一次台积电要转的比较强的话 那大盘它上涨的力量会更多一些 所以你会看其实虽然台积电最近表现没有那么好 但其实大盘上涨空间真的会有限 因为一个权重30%的股票表现不好 本来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可以观察一下 再来是外资 外资它的这个期货的空单一直还是很多 那现在维持在2万5千口以上 那短线如果没有回到2万口以内的话 在4月份结算之前 指数上面的空间会越压缩的越来越小 可以留意一下 好 这个外资的大台空单 这个连续三个交易日在增加 那台积电跟大盘的配对交易 您刚讲说做多大盘 相对做空台积电的话 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用什么样的呃配法 用什么样的标的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 那因为这是广播 大家用讲的 对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记下来 嗯 你可以把那个台 台子旗哦 跟台积电的小时限的收盘价 你每天去统计 每一个小时去收盘 去计算它这个收盘价 对 那你可以把啊台子旗 剪掉台积电 然后相除啊 就是上面是台子减台积电 然后下面是台子加台积电 等于是A减B除以A加B 这样的概念 你就可以算出一条线 你再用这条线去跟它的均线去相比 就可以发现到底是A要强还是B要强 跟大盘的均线去相比就对了 对 其实就是在把它变成一个指标去看 就你刚讲A减B除以A加B 大盘跟台积电 A就是大盘B就是台积电的股价 对对对 好那这样除出来 你会出现一个 就是连连连连续的点 就会可以画出一条线来了 对不对 就可以画一条线 那这个就是一个趋势线 每小时的趋势线 对不对 那每小时趋势线 我们跟什么去做比较呢 跟它自己的平均线 跟我们刚才只有算出一个东西 那也可以 我知道了 就等于说K线K棒的一个味道就对了 是是是没有错 就看它这个平均线 跟你现在目前这个小时算出来的点在哪里 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再怎么样去用不同的商品去做组合呢 你可以用台子型 就是例如说我们会 我的用法是 例如说两口小台 三口小台会去对到两口的台积电的骨骑 就这样市值是差不多的 三口小台两口台积电的骨骑 就等于四张台积电就对了 对对对 三口小台 比如说你看好这个台积电会相对大盘比较弱的话 你就三口小台做多 对 然后台积电两口骨骑去做空 是 OK 那这样子会有 就会有一个价差出现了 对不对 对 你从二月下旬放到现在 那其实它的获利是很可观的 大概有多少获利呢 percentage的多少 我们刚才可以算一下台积电 我们刚才假设你这样空650 现在是606 对 所以这样是大概赚44块 44块乘以2000再乘以2 所以大概就是台积电这边是16万 对 对那你股台子型那边你大概赚个300点 那300点如果是三口小台的话 大概是4万5 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是获利是20万 就这一组的配对交易 哇那那你保证金其实根本没多少 对不对 保证金对其实还好 对 保证金相对你这个获利的这个被这个报酬率就非常明显 那台积电台积电在最近 这个就今天了拜登今天晚就美国的周一 会召开线上的高峰会半导体高峰会 邀请很多公司包括三星包括台积电 还有美光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Global Foundry 惠普英特尔有美商有韩商有台积电 共同讨论现在目前晶片缺货的问题 那讲实在这个就是一个施压会议嘛 对不对 就是我都引用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这个position 出来召开这个会议我跟你讲说我们现在没晶片 无特汽车通用汽车都要停产 你要不要增加晶片供应嘛 不就这个意思吗 是有一点这个味道 好所以台积电硬腰要硬着头皮出席这个会议 所以怪不得就今天外资又出现了一个卖超台积电 不过也卖不多了四千多张而已 那之前上个礼拜刚刚讲说台积电转强 其实外资又开始在买超台积电嘛 好那整体而言呢 台湾就是夹在美中之间 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相对尴尬了 毕竟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嘛 这个美国的压力大陆的这个市场 这总是难两边都讨好 就像世新KY这件事情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半导体 跟可能地缘政治的处境嘛 我们非常谢谢群怡奇或者张宁中分析师 好那至于说 这个其他产业就相对没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资金今天避险到 这个避到这个传产跟金融去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